好在这边我们要solve这个equation so 呃 我就我左边square他 右边也square他 so我就有x加4 加2square root x加4 square root x加10 加x加10 等于8x加18 所以我把有x 这一些全部丢去后面 所以我这一个就会变成了2 然后square root x加4 x加10等于6x 加4 so在这一边他这一个是属于 呃8x-2x66x咯 十四十八减十四六四啊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全部一起除2 我就有square root of x square加10x加4x加40 等于3x加2 so我在square both sides 所以我就有x square加14x加40等于9x square加12x加4 然后我就8x square-2x-36等于0 4x square-x-18 等于0 298 428 所以我在这边我开挂5等于0 2x 不是x 4x 298-9加2 x等于-2 x等于94 4 so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我放-2加4 然后再加square root-2加10 然后我拿到的是3square root2 然后 left hand side是这一个 然后我的right hand side是square root8x-2加18 然后它是square root2 so我左边不等于右边 ok so我的left hand side等于这一个 我的right hand side等于这一个 so我的left hand side不等于right hand side 所以我reject 这一个 然后94的话呢 它这一个 就会变成呢 94 加4 加这一个是94 加10 所以它这一个边是6 然后另一边呢 它这一个是 8乘9.10 然后他这个也是6 ok 所以他的这个left hand side等于right hand side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答案只有x等于9.40 这一种类型的题目我们一定要 sub回进去检查 ok